驚險巧妙帶您關心到 基隆市一輛遊覽車 行經下波路斷池 逆向高速往前衝 嚇得對象騎士紛紛閃避 差一點被撞飛 騎士氣得上前理論 沒有想到 遊覽車的駕駛態度是相當不以為然 而在台北市萬華區 則是有貨車不當切換車道 撞上了待轉區裡頭的機車 造成騎士連人帶車重摔在地 影片PO網之後 讓不少網友批評 實在是太離譜了 騎士在待轉區停等紅燈 突然貨車一面撞上碰大聲 當場人車倒地 台北市萬華區青年路 招式貨車先是切西瓜左轉 還開到待轉區 將騎士撞倒在地 昨天騎士受了情傷沒有大礙 而驚險一幕也在基隆市上演 下載車道上 經見一輛遊覽車高速一滅而來 還大逆向橫衝直撞 將騎士嚇了一跳擠按打發 簡直讓人嚇不膽 騎士氣不過掉頭追上遊覽車 力頓一番 撞到我你知道嗎 你那開車就對了 不要再誇張啊 不要駕駛一臉不以為意氣的騎士 噼哩啪啦連珠炮開嗆 他逆向整個切到這邊 我如果沒有往旁邊閃的話 就會被他掃到 之後回頭去找他 那找他的時候 他的態度就是比較敷衍 金龍之輛遊覽車行進 東光路下坡度斷時 整輛車逆向高速往下衝 對向騎士差點遭到撞飛 而駕駛無關緊要的態度 讓騎士氣氛 將畫面PO網引發討論 我們來我們去你本來 摳路就放那個寬度啊 你煞車不及 讓一條命就黑一尾了 不遵守交通標誌標線號制指示行駛 除以新台幣九百元以上 一千八百元以下的罰還 索性沒有人受傷 警方也針對違規的事項開罰 不過再看一次這驚險瞬間 遊覽車逆向直直撞 若有個閃失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接著台北金融綜合報導